佛陀 吸人类的伦音 佛陀 人间的花朵 再也不存在人间 但那和平的伦音 却在人间永远留下甜蜜的芬芳 即使到了现在 那份温和甜蜜的佛陀伦音 还迎前起我们的耳祭 有时我们或好会感到一分羞耻 因为在过去数千年来 我们还未完全了解他 我们常常只是赞养他的教义和尊敬他 但是我们没有想去实践佛陀所教会的教义 佛法对所有人类都是有效的 无论他是否信仰宗教 他的伦音是被全人类的 虽然佛陀 人间的花朵 已经不在人间 但是甜蜜的芬芳 和绝妙的风格 是流传得既广又远 他的香气散播着的芬芳 已经使得世间上千万的人们 获得苦慰 感动鼓舞每一个浸潤于佛教的国家 为什么他的教义能够抓住千万人的心呢 因为他是完全以人性的慈悲力作指导 而不是武力或者政治力量 在全度过程中的佛教 没有尖染上一滴的血腥 佛教是用慈悲的暖手 而不是用恐吓的手 佛教完全不讲超自然的恐惧 和永恒的地狱练火 自佛陀出世二十五个世纪以来 世界上发生很多变化 一些王国生起又灭亡 国家兴旺又衰落 虽然今天世界上 已经忘记很多古代文明 但是佛陀的名称 仍然活跃于今天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心头 佛陀所建立的真理王国 仍然稳稳扎实地押立 很多纪念佛陀的寺院 塔坡 图像 藏书 和其他宗教标次受到破坏 但是它的无缺点的圣名和伦音 仍然保留在文明人的心目中 为了文化和文明世界 生活在和平和协调中 它的教义受到人们的推介 假此我们能够研究和修持它的教义 则所有人间最困惑的问题 将会得到较好的了解 佛陀研究和解决人类痛苦的方法 是直接了当的 佛陀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胜利者 他征服世界是以爱和真理 两个打不倒的武器 他的教义 启明了人类 使人类跨越世界黑暗 憎恨 痛苦的此岸 而达到光明 慈爱 幸福的彼岸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